婚姻的思想基本原则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 婚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一件省心的事 而婚姻关系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 如果不懂好好经营 轻则引起夫妻矛盾 重则导致劳烟纷飞 因此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成了每一对夫妻的必修可 对于女人来讲 婚姻中必须要坚持思想基本的原则 信任是婚姻的基础 一段健康长久的婚姻 离不开夫妻双方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无端猜忌 婚姻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很多 如果夫妻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那么婚姻也就成了没有打好地基的豆腐渣工程 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 聪明的女人不会听风就是雨 不会捕风捉影 不会无端猜忌 她们深知所有的疑神疑鬼都只是无用功 因为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会在背地里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的疑神疑鬼只会让他灰心失望 而不爱你的男人 即便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也会死不承认 除非你能拿到确凿的证据 否则你的疑神疑鬼反倒成了他想离婚的借口 聪明的女人都会给自己的丈夫最大善意的信任 物质基础是婚姻的保障 贫贱夫妻百事哀 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 很难支撑起一段可持续发展的婚姻 而对于女人自身来讲 经济条件同样是幸福的保障 聪明的女人一定懂得在一段婚姻中保持独立赚钱的能力 或许有人会说 价格会赚钱的老公就行了 只要他会赚钱 还要我操什么心啊 可是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的日子 真的可以过得舒心如意吗 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要看丈夫的脸色 想出门去旅行 还得伸手向丈夫要钱 就连最基本的吃穿都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 而更糟糕的是 万一哪天他变了心 背叛了你 那么接下来的生活 你该怎么过呢 所以女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一定要有独立赚钱的能力 你可以赚的不多 但至少要能够养活自己 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份保障 夫妻间要学会相互包容 生活中遇到一些小摩擦 能忍的时候忍一忍 该让的时候让一让 各退一步 自然就风平浪静 不要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互不相让 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影响了夫妻感情 但包容并不是指一味地忍让 忍让是有限度的 如果对方做得实在太过火 或者做得违背原则的事 那么该坚持的时候 就一步的不能退 绝对不能过分纵容他的错误 不能让他在家里 养成甩手掌柜的习惯 家务是该做的还得让他做 孩子该带的也得让他带 不要大包大揽 否则这些 就会全变成你的分内之事 和恶习坚决说不 绝对不能让他沾染 赌博之类的恶习 否则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家庭 一旦发现有此类苗头 就要将他彻底扼杀 如果他有拈花惹草的坏习惯 也不能惯着他 不要觉得男人花心一点是正常的 不做出格的事就行了 千里之地毁于乙瘀 很多灾难都是因为一开始不当回事 而导致最终后悔莫及 防卫杜鉴非常有必要 不过度纠缠 但也绝不过分纵容 这是每个聪明的女人都要知道的事 很多人都喜欢把心事藏在心里不说 当然这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 但恰恰就是这种遇事不爱讲 只喜欢憋在心里的做法 最容易引发夫妻间的误会 很多女人遇到不开心的事 愿意和自己的朋友讲 但却偏偏不爱和最亲密的爱人讲 他们总觉得 既然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你也应该最在乎我 我生气了 你就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于是生气了故意不说 就等着对方来猜 可是这世上 没有人是你肚里的蛔虫 很多时候 你连自己都琢磨不透自己 又怎么能要求别人 事事都能将你猜透呢 即便他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 也不见得就能猜到你的那些小心思 本来明明讲出来就好的事 你偏要憋着 生他的气 他又因为猜不透你的心思 就总觉得你性格怪异 动不动就发脾气 长此以往 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深 感情还能好吗 遇事别藏着 说出来 别人才会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才能明白问题出在哪 才会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 有了充分的沟通 才可以对感情中遇到的问题对症下药 很多问题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 婚姻不是过家家的游戏 不是想女生的任性妄为 它是责任和担当 考验的是智慧和勇气 而聪明的女人 都会在婚姻中 坚持这思想基本原则 三件事 看出一个男人心里的女友 我们一起来听 三毛说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 吃饭 数钱 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地区 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的确是这样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可实际上 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对你的态度 却总会不经意地暴露出 他爱你的程度 在乎你的人 是你拥命 常常关心你 你的一举一动 都牵扯着他的心 不在乎你的人 把你当风 睡向哪 都和他毫无关系 女人 别对承诺有期待 别对永远冒坏下 只有时间能够筛选出 真正爱的女人 想要知道她心里 到底有没有女 看出下三件事 就知道了 第一件事 用心对待你 做事不敷衍 当一个男人 真正爱你的时候 他会把你当成 他生命的一部分 少了你就不行 不愿意让你伤心 他会细心地 记住你的喜好和技巧 也了解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不去触碰你的逆铃 甚至包括你那些漫不经心的话 他也都会放在心上 我的朋友最近跟我提到了一件小事 前几天 他在办公室看到有人在吃蛋糕 随口跟男朋友提了一句说 看上去不错 没想到 当天在下班回家 手里便拎了一个蛋糕 还是他最爱的芒果口味 我想他傻 因为自己只是随便一说 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记在了心里 我想这大概就是 真心爱一个人的表现吧 就算一个蛋糕 并不是什么珍贵的礼物 他也没说什么 动听的话语讨到欢心 但却能看出来 满满的在红 跟用心对你的男人相处 你总是会觉得很舒服 他会时刻想着你 牵挂着你 并且做什么事 都会照顾你的感受 比如他跟朋友聚会 也会记得跟你汇报行踪 不让你担心 这样的男人 永远让你觉得放心 因为他不会做出 会让你误会的事情 生活也因此少了 很多不必要的词 其实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有限的 没有那么多功夫 去认真了解另一个人 靠空心思地对谁好 若是有一个男人 请这样真诚地对待你 那么无名之一 他一定是很爱你的 第二件事 用爱包容你 给你安全感 女人都是感性的 容易多愁善感 也有点任性 喜欢刷小脾气 有的男人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只会冷出你 只要一发生什么矛盾 就把你两本一边 对你不闻不问 就等你自己冷静 被冷落的日子久了 难免会觉得 自己受到了忽视 心里难受 渐渐的 有什么话也不愿意 跟他倾诉了 生怕一不小心 又被认定为 无理取道 而真正心疼你的男人 会知道你的那些小脾气 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并不是为了吵架 而是想撒撒娇 让他多关注你一样 所以 他愿意哄你 也是发自内心地 包容你的小人心 不会让你受委屈 去年 大S因为在某个节目里 的一番话上了热搜 他说 吃虾 一定要男人帮你包 如果没人包 我就不吃 他的这番话 引得很多网友都指责他 公主病 玻璃心 但这个时候 丈夫汪小飞 又有条微博霸击回应 他老公愿意 给他包虾怎么了 生了两个健康的宝贝 走了一趟鬼门关 还不能让老公包瞎了 字里行间 逗留度着对妻子的宠物 通了一股 我的老婆消息又怎么了 我惯着了感觉 让这忍不住 像个其他S的心 最好的感情 无非是我在闹 你在笑 若他爱你 你的任性是可爱 脾气是直率 全身上下的近视容颜 若他不爱你 则怎么看你都不顺眼 就连你呼吸都是错的 不要觉得 他只是不懂得 怎么给你关怀 因为真心爱你的男人 就算他一无所有 也会竭尽全力 给你最好的宠爱 第三件事 用时间陪伴你 不让你孤单 这一生中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 又从熟悉变得陌生 爱情不是重点 陪伴才是归宿 渐渐的能打动我们的 不再是我爱你 而是我陪你 甜言蜜语谁都会说 但陪伴才是最场景的告白 曾经看到一个故事 很短也很动人 他向他求婚的时候 只说了三个字 相信我 他为他生下第一个女儿的时候 他对他说 辛苦了 女儿出嫁异地的那天 他搂着他的肩说 还有我 他收到他并未通知的那天 反复地对他说 我在这儿 他要走了那一刻 他亲吻他的额头轻声说 你能我 这一生 他没对他说过一次 我爱你 但爱 从未离开过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共度日生 一定要找那种 愿意花时间盘伴的女人 不管发生什么 她都会守在你身边 让你觉得心里很踏实 一样你知道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 你不是不是一人 有的女人在谈恋爱结婚以后 反而比单身的时候更难 是因为 她爱的那个人 总是在她需要的时候不出现 才能让你住 那种关键时刻 怎么也找不到她的人 就没有别人在一起了 一样知道 再忙的人 只要想陪你 无论怎样 一定会抽出时间 感到你身旁 忙不是借口 只是 没有那么爱罢了 简简单单地陪伴 长长久久地相守 如此 才能厮守到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 策刘